冬子健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一句话 就曝光了陆寒神秘强大的家世 要知道 冬子健可是北京有名的太子爷 陆寒能和他一个学校 那么背景肯定也不容小觑 其实早在艾可口组合期间 就有记者问陆寒 退休之后想干什么 不料陆寒自己还没说话 旁边的颠簸弦弦就想答 回家继承家产 就连同学也爆料 陆寒在中学时 就是学校有名的有钱人了 除此之外 陆寒还喜欢收集名牌手表 其中最贵的一块手表 价值超过497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高达4000万 此前陆寒就因为发微博 被不少人追着骂炫富 当时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陆寒晒出的照片中 这个白色音响是 全球某顶尖音响品牌 售价高达60多万 不仅如此 就连照片中 这个古董葫芦屏 都是价格不菲 甚至有一次 陆寒在参加春晚时 有记者问他 过年不能回家会不会感到遗憾 没想到陆寒直接表示 我上完舞台以后 直接坐车 直接就15分钟到家了 我也能赶上直角 此话一珠可是震惊了无数网友 毕竟以中央台的演播听位中心 15分钟车程为半径化缘 基本上都是军区大院 也难怪他的绅士 神秘到连狗仔都挖不出来 照片中这个女孩 是陆寒这一生难以忘记的伤疤 当时陆寒突然被人问到初恋 谁知陆寒直接就透露出 自己的初吻 早在高中时期就交出去了 而给到的这个女孩 正是陆寒高中学校的笑话 名叫魏贤雅 据说陆寒当年一直追了他三年都没放弃 甚至还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依告自己的决心 终所周知 陆寒再上学时 就已经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了 身后跟着不少迷妹 但这位女孩 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迷恋他 而是在两人慢慢了解后 发现有共同话题 这才答应了陆寒的追求 只不过这段恋情 还没有维持多久 就因陆寒要去韩国当练习生 而宣告结束了 据说当时还是女生提的分手 因为他认为陆寒有点过于柔弱 没有给他想要的安全感 对此陆寒也非常郁闷 他还曾多次找对方求复合 但女生并没有同意 因此陆寒才会再往上发布上干帖子 幸运的是 陆寒之后遇到了关晓彤 两人一个是京圈哥哥 一个是京圈公子 怎么看都是门当户队 2014年 陆寒在拍摄《我是正任》期间 有次深夜 跑去杨幂的帐篷找他聊天 一直待到凌晨三点多 还不肯走 杨幂当时觉得十分疑惑 但听完工作人员的解释之后 杨幂却非常感谢陆寒 原来当时两人在一个广场拍摄 不仅没做保密工作 甚至还没有安保人员维持秩序 不少围观群众 就直接在拍摄期间 上来掀开杨幂的帐篷 而陆寒正是觉得不太安全 所以才会找理由 跑去跟对方聊天 而这也不是陆寒 第一次为他人着想了 在2016年的浙江卫视跨年演唱会上 当时正是最后的大合唱环节 主持人和跑男兄弟团手里 都是有话筒的 但当陆寒看到燃烧吧少年成员 手中没有话筒时 他立刻转身的话筒递了过去 而这一幕 要不是有眼间的网友发现 估计到现在都没人知道 除此之外 陆寒也十分充分 在上海堡垒露眼期间 陆寒在最前面合照 刚拍完 陆寒就听有人在叫他 一转身 一件衣服就直接 扔在了陆寒脸上 引着旁边的安保人员 立马上前护住陆寒 但陆寒依旧保持微笑 表示自己没事 最后还不忘 向粉丝弯摇鞠躬表示感谢 不得不说 陆寒的教养是刻在骨子里的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我